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我们开始 杂志封面最新一期世界知识 封面话题是抗战证明中国是一个大国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 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 从弹道导弹到这个喷气式战斗机 一大批高精尖的武器 首次暂时在世人的面前 近1.2万名军人接受了检阅 获得了高度胜战 2015年注定是一个不平板的年份 是一个纪念之年 年初我们纪念了亚塔会议70周年 它是二战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 决定了战后世界的秩序 紧接着呢 在今年4月 我们又纪念了万龙会议60周年 那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重大的变化 故意所倡导的万龙精神 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而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抗战向全世界证明了 中国是一个大国 在所有与法西斯势力抗争的国家当中 中国的抗日战争历时最长 从1931年到1945年 进行了14年的一血奋战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有数据啊显示 二战战区总面积呢 是2200万平方公里 中国占600多万平方公里 二战军民伤亡约9000万 中国的军民伤亡远超3500万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 在抗战期间 中国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 1000多亿美元 间接的经济损失呢 更是高达5000亿美元 占到整个二战战损的八分之一 牺牲不可谓不大 巨大的牺牲换来的是 对和平的巨大的推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 对世界和平的促成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彻底打乱了日本的进攻的计划 极大的支援了 苏 美 英 法 等反法西斯盟国的作战 1927年 日本首相田中一一 上奏天皇 企图以武力改变 一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 而在他们这个疯狂的侵略国策当中 第一步就是占领中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 他们的大东亚战争兵战基地 进而呢 北进苏联 南进东南亚 然后再控制亚太 称霸世界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才踏出第一步 就被中国军民死死摇住了手脚 分身乏术啊 一边他们无法抽掉足够的兵力 投入到苏联战场 北进计划 胎死腹中 也让苏联得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 集中兵力可以对付德国 而另一边呢 同样 由于中国的牵制 就辞职了日本南进控制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计划 延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并在太平洋战争中 有力的援助了盟军对日的作战 我们回到方面 抗战证明中国是一个大国 伟大的中国抗战 不但在于求得本民族的解放 还在于帮助世界人民 不但是中国的事 东方的事 它更是世界的事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期的这个党史文院 聚焦江西抗战 民众就亡勇干婆 全国抗战爆发后 江西各界民众呢 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省会南昌和全省其他地方 先后涌现出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团体 其中1937年成立的江西省抗敌后援会 是最早出现的抗日救亡团体 这个会址呢 就设在南昌市蝶山路中山塘里面 也就是现在的省政协啊 之后抗敌后援会不断的发展壮大 到1938年1月 全省83个县都成立了抗敌分会 1938年7月 奉周恩来执命 受江西省政府之邀 著名爱国进步人士许德恒 当选为抗敌后援会的主任委员 蒋经国呢 担任大队长 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出版了一系列的抗日刊物 包括抗战阅报 抗战评论 抗战文选等等 后援会两次向新四军军部 征送贝劳品 供征送了棉军服和棉背心 各一千件 布鞋草鞋三千多双 还有毛巾 被担 鸡蛋等等 许德恒等人呢 还亲赴干北前线慰问 鼓舞士气 接着再说一说 另外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啊 是江西省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 地址呢 是现在的南昌老二中的老校区啊 它是在新四军驻干半师处的对头下 成立起来的一个国共合作组织 是江西最大的官办青年抗日救亡团体 1938年1月7号 青年服务团举行了团员入学考试 入取900多人啊 经过一个月的集训后 编为11个大队 吩咐全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每到一个地方 他们就采取这个演话剧啊 街头剧啊 地方剧啊 办强暴演讲歌踊漫画家庭走访等等方式 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 1937年11月成立的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团 团部呢 设在省明教馆 招收了一批当地失业失学的青年 以及呢 从其他地方流亡来称的这个青年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他们每到一地 就分头去学校啊 去工厂啊 农家街头啊 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以及当时的抗战形势 教群众唱这个抗日救亡的歌曲 并将这个抗日漫画呀 抗日强暴啊 贴满墙头和村庄啊 来控诉这日军各种暴行 他们还帮助当地的青年妇女工人 组织起各种抗日救亡小组 接下来说 这个1938年1月 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到南昌 各种类型的抗日救亡团体 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 除了刚刚说到的那几个啊 文化界呢 还有南昌文化界救国会 吉安七七读书会 这工商界呢 更有赶江牧船工人救国会 南昌码头工人俱乐部 南昌农民工作团 这南昌城啊 到处都充满着浓厚的抗日气氛 在当时呢 被誉为是南方的延安 这真是民众救亡 勇干婆举国上下 齐抗日 好 接下来是国家人文历史 文章标题 镜头下的惊心动魄 中国飞行员孤战32架日军机群 在以往的抗战剧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正奋人心的逆转场面 敌军气势如虹 一场仗打到最后 咱们的兵就只剩下零星几个 紧接着百十个日军 把咱们的英雄团团围住 场面一触激发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英雄们一当百爱杀出重围 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真实的历史 恐怕就有些令人神伤啊 落后的装备 训练的不足 使得中国军队的兵力优势难以发挥 动辄六比一 七比一的敌我伤亡比例 更加注定了 这是一场相当残酷的战争 那么在真实的抗战中 到底有没有 以一当时 甚至以一当百 杀敌取胜的孤单英雄呢 还真就有这样的奇迹 而这奇迹呢 也被奇迹般的用影像 记录了下来 1940年为逼迫中国投降 这日军呢 连续组织对重建 对成都进行了战略空袭 7月24号 日军华中派遣军出动了32架 九七式重型轰炸机 对这个成都啊 进行空袭 和以往相比 这一次使用到的战斗机 载弹量更大 这个航速呢 更快 自卫能力更强 更特别的是 其中的一架轰炸机啊 他还配置了一个摄影组 因为他们总觉得 经过连续作战 在成都的这个中国空军呢 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这个胜利是唾手可得 于是啊 他还派出一个战地记者来随行 拍摄他们轰炸的这个场景啊 想做成一个新闻片 向日本本土的这个国民来炫耀武功 这个新闻片的前半部分 的确是按照他们这个思路来走的啊 三十多架日本的轰炸机 组成了一个近似三角形的 这个大型编队 而记者所在的这个飞机呢 则在编队的侧边单独行动 拍下了不少微风凛凛的镜头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轰炸机机群即将飞到成都上空的时候 一声警报打断了他们的创作呀 中国战斗机起飞迎战的 转眼之间 一架中国战斗机便出现在了 日系编队的协少帮 而且呢 只有一架中国战机 在这么一场一对三十二的对决当中 这一架中国战斗机动作坚决果断 从高空像陨石一样 凌空扑向鸡群 那场面 妥妥妥一个赵子龙充裕长板 我呀 每一架日军轰炸机都在拼命向他开火 但这架中国战机动作十分的清零 竟然就顺利躲过了所有的敌军的炮火 在众向击穿整个日军的阵容之后 他突然来了一个转向 直扑这个机子乘坐的这架轰炸机 射出来的子弹 打的日军的轰炸机上零件都蹦了起来 镜头里满是这架战斗机设置着夜光弹的轨迹 遗憾的是 日本轰炸机仍然没有被击中要害 可那架中国战斗机似乎呢 不肯甘心啊 竟然笔直的撞向了日本轰炸机 在相距几米的地方和他是插肩而过 那架中国战机还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 他丢掉了这个记者所在的这个飞机啊 再次杀入到日军的编队 在日军机群当中左冲右突突围而走 在一阵混战之后啊 消失在蓝田之中 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空战啊 在世界空战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空军在这一帐中 把英勇和智慧都发挥到了极致 这名中国飞行员单机在32架日军这个编队当中啊 穿梭攻击 如露无人之境 镜头中这么一场一对32的战斗 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惊心动魄 这让震撼之余啊 更让人好奇的是 这个中国飞行员的身份 他究竟是谁 又为什么要发起这场绝死一战呢 尽管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 但这一名飞行员的身份已经基本肯定 各项证据都指向中国空军航校的一名李姓教官 那一天日军轰炸成都的时候 当地的空军战斗部队啊 其实啊 真的都已经打光了 这名教官那是架着航校的教练机起飞迎战的 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呢 并没有记录自己是怎么升空 怎么英勇和敌军纠缠格斗的 他只写了一句话 我的学生都战死了 现在该让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让人动容啊 这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战 而是一场捍卫国家文明和民族的战争 是一场用自己的声区来护卫父老相亲的战争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文史博览 文章标题是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好莱坞明星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 美国正式宣布参战 举国上下掀起了参军的热潮 这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好莱坞明星啊 当然他们不是作秀也不是拍什么战争电影 而是直接冲上火线 争刀石枪跟法西斯军队来拼杀 先说这一位克拉克·盖博 1939年他和费文利主演的电影《乱世佳人》创造了神话 一举囊括了奥斯卡十项大奖 1942年盖博以41岁高龄申请入伍 成为陆军航空队的一名二等兵 看到他穿上军装的样子 一些人是忍俊不尽的 说他肯定出洋相 他倒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死生忘死投入到训练和战斗 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士兵 还被选送到西点军校去学习 我们再来说这一位扎姆斯斯图尔特 凭借在电影《费神故事》中的出色表演 获得了1941年度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个珍珠港事件 但他敏略的感觉到这战争是一触即发 随即他向美国陆军航空队申请入伍 因为体重过轻 太轻了就被拒绝了 为此他甚至懵吃懵喝来征肥 又连续申请了两次 才勉强碰过 经过了严格的训练考核 他担任了轰炸机飞行员 从士兵晋升到了上校 仅用不到四年的时间 还有这一位奥迪莫菲 那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明星 战争爆发后 他报名参军 不过因为升起受落 海军和空降兵都不招他 后来他被陆军录取为补充兵员 您别看他个头小 但枪法精准 在27个月的战斗中 莫菲呢 共获得33枚这个勋章 战争结束后 他以自己的真人真事作为蓝本 拍了电影百战荣归 电影上演后 首轮的票房就达到了1000万美元 这些上战场的好莱坞明星 那是真正诠释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期的文史月刊 文章标题是 抗日爱国家联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战斗当中 中华大帝宣传抗日的对联 那也是铺天盖地 他既是鼓舞炎黄子孙 筑起血漏长城的靠脚 又是刺向日本强盗的匕首刀枪 抗日战争时期 黄炎培先生曾经写过一副对联 叫天地是人 真善美 山河还我 北南东 这上年表达了他对理想的追求 和对生活的热爱 下联中 北南东指的是 我们国家遭受日本侵略践踏的重点地区 还我北南东 几乎要收复实地 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忱 另外 还有冯玉祥将军写过一副对联 要想着收咱师弟 别忘了还我和山 这副对联 语重心长 爱国之心 一满智力行间 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 有流亡者回到桂林故乡 见焦土一片 是义愤满腔 写下这么一副对联 叫赶食见泪 恨别金星 我们都知道啊 赶食花见泪 恨别鸟金星 这是唐代大师人杜夫 描写战乱的一个诗句 这里呢 故意将花和鸟 两个字隐去 用意就在于 想当年 人生经安始之乱 尚有花鸟可见 但仅日军的狂轰乱炸 连花鸟也葬身火海 了无踪迹 这寥寥八字 异于千军啊 字字写 深省泪 控诉了日本清华的滔天罪行 经过八年一雪奋战 日军终于无条件投降 人民是奔走相告 欢庆胜利 当时啊 重庆的刘诗亮先生 写了一幅对联 以示庆贺 是这么写的 神舟同庆 当庆当庆当当庆 举国若狂 且狂且狂 且且狂 这读起来啊 又像是锣鼓之声 朗朗上口 人们的喜悦之情呢 也就是异于言表 要我说 这些对联 其实啊 也都是一部抗战史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抗战时期 国共两党 以及社会各界 为鼓舞士气 动员全民奋勇欲敌 发布了不少慷慨激昂的 抗战海报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 就让我们来重温 那一血与火的年代 并向所有的英雄 致敬 看准了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打到箱 为此本的头上看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得了 抗战的一天来得了 前面有轰弄的子的兵 后面有转过的脑海系 好 欢迎回来 从10月1号开始 山西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条例 要正式实施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将女职工的更年期 纳入到了劳动保护的范围 这个条例就规定 经过医疗机构确诊 患者更年期综合征的 这个女职工如果不能够适应 原来的劳动岗位 就应该使得这个用人单位 应该安排其他适合的 这个劳动岗位 说起来 更年期综合征 是中年妇女的 比较容易患的一种病征 常常引发神经功能的紊乱 危害到患者的身心 也会影响到家庭和工作 是需要科学诊疗的 这个遗憾的是 对于这么一种病征 一直以来 这个有关部门 社会关注都不够 一些人甚至还有误区 觉得这都不算是什么事 不能算是病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山西省以法规的形式 率先明去了 女性职工更年期的保护 就弥补了这个空白 也体现了立法的创新与进步 当然 在执行过程中 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这更年期 涉及到个人隐私 你如果大张旗鼓的宣扬 进行这个岗位调整 那会给当事的女职工 带来一些不便 因此呢 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让这个女职工 既体会到单位的关心温情 又感受到对个人隐私的尊重 这就需要想出一些好的方式了 再有 有些单位 他往往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他就不按照你这个规定 来 女性职工想去抗争吗 他会有各种顾虑啊 会不会被穿小鞋啊 是不是影响到升职啊 甚至啊 会不会因此就被开除啊 等等 所以呢 对于女性职工的更年期问题啊 欲求更多的保护 但相关部门应该更上一层楼啊 前不久 四川渡海专门设立了客字纪念铃啊 来专供这个游客啊 你去客字吧 据介绍 这一片这个客字竹林啊 以男竹为主啊 这种竹子呢 它生命力很旺盛啊 游客你在表层客字 真的就不会对它的生长 带来太多的不良影响 这游客一次呢 可以客一个爽 说起来 之前这竹海景区的竹子呢 每天都有十多个 因为这个游客客了字而受伤 而这些个竹子 人家生长缓慢 被你客字之后呢 几乎就等于被毁了 那有人就说啊 景区本来就应该严禁客字 你还专门设立这么一个客字竹林 那不是助长了坏习惯吗 其实啊 某种程度上啊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中国人客字那是有传统的啊 历朝历代 上到帝王将相 下到平民百姓啊 都爱流民啊 最典型的那是非乾隆莫属啊 只要敬他之手的字画古董啊 就难免遭他全约之灾啊 他最爱在字画上啊 写了个独厚感 千盖他的印章啊 除了字画 各种材质的古董器具啊 也难掏他的手啊 这故宫收藏了几件价值连城的玉器 好像都被乾隆 动过一些小手术啊 别说国内 就连外国营啊 那也是客字爱好者 你像这个这个这个德国柏林墙 就被各种各样的涂鸦占据的 有经典的图画 也有各种文字写的什么 到此一游啊 都说读不如书 既然人们客字的念头这么深厚 那还不如专门 就开闭这么一个地方 免得游客到处乱写乱课 这样既保护到了重点景区 又满足到了游客特殊的留字习惯 不视为两全其美啊 要我说开辟一个客字竹林 这样的竹林风 也不妨吹到其他景区 前不久 2015集的本科新生马文豪 从老家四川绵阳出发 骑了一辆自行车 历经五百多公里 到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啊 去报道 人们就纷纷赞他是独行骑士 对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 骑行几百公里 也不能算是太难的事情 他之所以引发关注啊 主要是因为 像他这样独自去学校报道的学生 现如今啊 实在是少啊 每到开学计啊 各大高校就出现了不同规模的陪送团 啊 这个有爸妈两人送的 这算是小意思的哈 还有全家老小全上证的 新生独自去大学报道 这要搁以前是很寻常的事 你像民国时期那些个大咖 哪一个不是支生前往学校的呀 有的还独自一人漂洋过海去海外读书呢 您看看现在大学兴生报道 都有点像皇帝出宫了 孩子呢 舒舒服服的到学校了 但他呀 可能也失去了一次很宝贵的人生体验 事实上 这个马同学呀 起初这么一个想法 也遭到他们家里人的反对 后来 他的母亲倒是力排众议 就支持孩子啊 这么一个特别的做法 这一路上啊 马同学还真就非常的辛苦 途中遭遇过暴雨 还碰到过很陡的路 那真是数道难 难于上青天呢 他也产生过这个放弃的这个念头啊 不过呢 最后咬咬牙就坚持了下来 对马同学来说 这么一次千里走淡季的经历啊 也必将是他人生当中 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咱们都说 不经历风雨 这能见彩虹呢 家长啊 应该适当的给孩子去见一见彩虹的机会 而不是养在身边 事事都包办 家长们常说呀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和马同学骑单车去大学报道相比 那些由父母全家老小陪伴到校的这个新生 在起跑线上是不是有一点点落后呢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财经天下周刊文章标题 演唱会成为了快销品 如今做什么事都要搭上互联网 这不就连传统的演唱会也开始了他的互联网家的旅程啊 以前咱们看一场演唱会啊 那叫一个麻烦 先呢得买票 不光口袋要鼓啊 这运气呢还得要好 否则啊 只能到黄牛岛那去买高价票了 那接下来呢 要开车 跑到这个演唱会的现场 长途跋涉 一路拥堵啊 那绝对是一个拼眼力拼脚力的活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看演唱会的热情 到最后呢 都被消磨的差不多了 传统演唱会 搭上了互联网 那就不一样了 那最大的改变呢 那当然就是空间 你不用再驱车十几公里 只需要在家里 打开电脑 连上网络 就能欣赏你们家男生女生的演唱会咯 在线演唱会 让演唱会这种稀缺的资源啊 最大化的被广大的用户来共享 昔日的奢侈品变成了快销品 回录到了寻常百姓家 现在不少互联网巨头都描上了 这个在线演唱会这一块蛋糕 认为啊 它是音乐付费模式的一个最好的切入口 商业价值不可限量 当然了 既然是与互联网来搭档 那自然少不了 要通过多种互动方式来吸引用户 还有的呢 就设置这个鲜花道具 方便用户听歌的时候呢 送给歌手 还有的呢 让歌手与网友来聊天 或者干脆直接由网友决定 这个演唱会唱什么歌 你像今年二月 李一峰就办了这么一场在线演唱会 歌迷来点歌 他来唱 结果呀 获得了一百多万的互动支持 要我说 演唱会搭上了互联网 您别说是为你歌唱了 以后啊 就是要为你写歌 那也是分分钟妥妥的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